我和Frandon在这段路上十几年 我们已经不当这一个工作了 Kelvin经常跟你开玩笑 我们会继续叫你报名 你今晚不要走 不能走 要付钱 我们真是这样的心态 我们是当这一个游戏 我们是当这一个娱乐 我们当这一个我们成长的工具 因为在这条路上这些课程 我们已经收获太大 我们完全 1995年我没可能想像 今次我在这里跟你讲这些说话 我没可能想像过我会做人老头 我完全没可能想像过 我会今次有两个很快乐的小例子 因为我刚刚在夏威夷回来 我今天召唤女科学 现在看到我冲过来抱着我 抱着我死一生 抱着我死一生 去到哪里都要我抱着他 我说我放下你一会儿走 他说No 我说你只需要抱着你 Yes 我说你只需要抱着你 I love you 然后他说Daddy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他又经历 他送一扎花给我 我说只要你回来我会送花给你 这些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果在在有做过人老头的 如果你有个女儿的话 在在哪有女儿的 有女儿的男人 应该说对不起 你应该明白是不是 作为一个爸爸有一个女儿 有女儿 有女儿真是万事足的 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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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用钱卖不到 所以我和Friendin我们很热冲 和Kelvin我们很热冲 去和人分享 去邀请你们来玩这个游戏 因为在我们ASK 特别在我们台湾公司 OK 在我们台湾公司 我们完全是没有想象 我们有很多学生来上我们的课程 通过我们的课程 认识对方 结婚生子 就是看着他们 由一个少女身材很好 变成一个身材很好的妈妈 OK 我一个在台湾的翻译生了四个 我叫我看着她结婚 看着她生孩子 第一胎是男的 第二胎是男的 第三胎是双胞胎 都是男的 口不口血 但是她很开心 刚刚跟着我们的口味做翻译 很开心 就是我们会在这些乐趣里面 这个10T的游戏生 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 Chuck和Nancy会带来你们去 当然跟我们的训练 有些差别 有些是我们出手会比较重 但是他们都不会留守 他们都会把他们所有懂得的一切 去完全贡献给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在这条 之间的心理路上 有这个打算是上一把天毕业的 这个是走不离的了 但是就算你说我现在不想想那么多 OK 我都邀请你来这个天佑生 因为为什麽 的而且在能量上一个很大的转发 而且我们将它带到亚洲地区 你们是省了很多钱 省了很多的时间 不是对你们 要飞去夏威夷上托 不要以为夏威夷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我想说泰国比夏威夷 OK 刚刚有点同学在海外回来 是不是飞去那里辛苦不辛苦 嗯 我还想叮 哈哈哈哈 我还想叮 你还想叮 你还想叮 很明显我们没有做会的 哈哈哈 OK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真实 我们没有做会的 你真是不会做的 那么 就好像认为泰国漂亮不多 哈哈哈 我告诉你 没可能你说可以的 你现在没有飞没有用 哈哈哈哈 如果你 这里最终于是去夏威夷的 要去夏威夷的 OK 即是夏威夷我不认为是一个漂亮的地方 但是 泰国便宜漂亮正 OK 泰国 就像我们香港人的后花园 如果你是日本人 你去夏威夷 我就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日本有直行的夏威夷 六个钟 我们从香港到夏威夷 起码十二个钟 还要在转机 OK 而且去到酒店的贵 你每天离开你的酒店房间 又要付两元 放在床头上 如果不放 我告诉你 那些人是黑口黑面的 因为我试过 我试过一车在夏威夷 我们又开车 我们每天开完车 就交给那些人去拍 我试下试下试下 又不懂得给钱 自己都给你贴士 到最后一天 我们要拿车 知道那些人是黑着发明 不肯给那条车试我 直接 问我拿钱 他们是在这样的位置 例如他们现在的情况 他们需要自华 我们就把他带来泰国 第一年在台湾 第二年就是第二次 我们就去前年在澳门 再有多少人去澳门呢 大家都非常捧场 澳门的回应是暂不住头的 四方八面所有的训练师 在去年 即是2010年办那一次 有日本的训练师 有新加坡的训练师 四个大使都来了 有英国的训练师 这次我们也预计 我们刚刚在夏威夷 也有宣传泰国的建策生 其实很多华人训练师 已经感激不尽 他说Peter 多谢你扮建策生 因为他们不用飞去夏威夷 他们省了很多机票钱 甚至乎今次 会有很多新加坡的同学会来 为什么呢 澳门跟新加坡近 他们平时 如果要飞去夏威夷 他们要飞去夏威夷 起碼要2000元升币 只是机票 今次由新加坡飞去 即是150元升币 我刚刚听他们说 已经有十多人 已经卖了机票 已经卖了机票 他们已经去硬了 所以欢迎邀请你们来 今次的主题叫做 重拾温柔 重拾温柔是我们回来的 其实原文叫做 Restoration of Feminine 就是把我们的女性的阴柔面 去重建我们的女性的阴柔面 我们觉得这个主题 比重拾温柔 比较贴切的主题 这个主题是去年10月 Aphos在夏威夷的时候 我问阿卓 阿卓突然有一个灵感 Restoration of Feminine 就是重建我们的阴柔面 为何要重建我们的阴柔面 其实如果大家要记得 这三个型 由离开独立区开始 我们进入伙伴关系 我们的阴柔一定要平衡 实际上你越走下去 你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 你是越需要你的阴柔的力量 OK 所以其实未来2012年的 所有全世界的POV分裂师 都会愈来做越来越多的阴柔的工作 OK 因为Lance已经是非常清楚感受到 和收到指引 我们除了用阴柔面 是没有办法来到这个地方 阳光面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走 不是阳光面有问题 阳光面继续可以去帮我们 可以创造那么多的成果 但是阴柔面是带领我们去到 灵性的另外一个境界 阴柔面是可以将我们 去到和Lance E的结合 得到她的帮助 所以2012年 我们定期定了的时间 就是10月的12号 到10月的21号 去年我和太太在布吉旅行的时候 我就娱乐不妨工作 结果我们第一天 就用了整体的时间 去调查所有布吉島的 这些漂亮的酒店 就发现这个J.W. Marriott 是不是叫J.W. Marriott 就是J.W. Marriott 就是这样的万图酒店 是一间可以规模的酒店 还有他们的设施和服务 都是非常完善的 包括免费上网 Avers和Kevin 其实已经过去泰国一次了 我去完之后 他们再过去一次 跟他们看了场地 确保了所有的一切 ASK扮训课程 全世界都赞不绝口 所有训练师 对我们ASK的学生 是赞不绝口 对我们扮训课程 建杂生的课程 是赞不绝口 所以今次就是邀请大家 我们第三年会拜 OK